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皱眉头眯眼睛 秦伟在身影超过一个星期后 终于选在风雨交加的台风夜现身 了达最深的歉意以及祝福 穿着白衬衫五度鞠躬 针对至少八名女子爆料 遭到秦伟性侵 全案早就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秦伟难道想靠着一句祝福了事 尤其是涉嫌性侵 年仅十四岁的少女 如果属实已经处罚 针对最严厉的性侵指控 居然还要低头看稿子才能回答 念稿念到一半还忽然声音颤抖 好像快要哭了 眼泪就是掉不下来 秦伟亮过去感情偏差的问题 的秦伟 或许我并没有办法 取得所有人的让解 但我会永远牢记这几天 大家对我的批评跟指教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谨言慎行 一个星期前 对外表示和受害女子们 两情相悦 现在秦伟把一切通通推给感情观偏差 也不打算取得所有女子的原谅 看不出来对于丑闻有所反省 公益迷走走上帝可以定你的罪 你怎么看 我的事跟没有人有关系 离开媒体前落下一句 和别人没关系就离开 秦伟更强调自己之所以露脸 是要证明没出境 秦伟表示还没接到 检方的传唤通知 但这场记者会 显然无法平息舆论 信息风暴 恐怕还会持续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 E Flip Just press